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欢总 一则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 事件的发生力就在海南的三亚 先来看一下视频 有一个失联的三个死了 对他在找 那边都立了高速排出 北下海的 视频当中出现了三人溺亡 一人失联的惨痛溺亡事故 地点就在海南三亚的海棠区 后海村的黄后湾 三人溺亡一人失联 欢子查看了其他相关视频 有的说其中有一名是 推冲浪版的教练 也有的说是四名全是游客 均来自甘肃 消息一出 很多网友纷纷跟帖评论 为出现这样的一个溺亡事故 感到痛心和惋惜 在这里欢子想要跟大家去聊一下 在三亚四大游渡假海湾当中 哪个海湾最适合游泳 哪个海湾绝对不能下海 三亚四大游渡假海湾分别是 三亚湾 大东海 亚龙湾 还有海棠湾 其中最适合下海游泳的是亚龙湾 亚龙湾又被称为天下第一湾 在这个海湾当中有用安全绳和浮飘围起来的滨海浴塘 同时白天游泳的话有安全员 为大家的游泳安全提供看护 如果出现危险的话能够及时的救助 那绝对不能游泳的是三亚的海棠湾 海棠湾的风大浪急不具备游泳的条件 而黄河湾又恰恰是海棠湾延伸出来的一部分 黄河湾整个是呈口袋形 在这个海湾里边湾长虽短 但是冲浪的条件相对比较好 而游泳则不具备游泳的条件 海底的暗流非常的多 游泳的安全系数极低 所以出现逆亡的这种几率也是比较高 另外两个海湾分别是大东海和三亚湾 三亚湾由于海水的质量堪忧 所以很多游客也不愿意在三亚湾去游泳 而大东海很多游客喜欢在这里玩水 游泳也是有一个安全绳围起来的游泳区域 大家游泳的话一定在游泳的安全区域内进行 同时大东海也有值班的救生员 白天大家游泳的时候 有救生员时刻盯着海面 为大家提供游泳安全的看护 不管怎么说 下海游泳 我们自己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下海游泳安全放在第一位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旅游度假海湾的安全小知识 希望大家旅游度假游泳的时候 都能平安无事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欢得没有关注的朋友们 欢得只分享 有价值实用的真实信息 从不忽悠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朋友们